在今天聲音一點多 臺中市南屯區發生了打架事件 轎車行駛在路上 突然被兩部車子包夾 隨後車上七八個人拿著電擊棒 還有木棍攻擊車上三個人 被打的民眾是頭破血流 直說根本就不認識對方 目前警方正在介入調查當中 白色上衣男子表情痛苦 左手緊按著頭部傷口 脖子和衣服上流有血跡 遠景一行人不斷關心 詢問男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男子告訴警方說不認識 對方就無故被打 事發在臺中市南屯區 深夜一點多 男子和友人開車行駛在永春路上 突然遭到不明人事的兩部車前後包夾 對方人馬七八人下車後 手持木棍和電擊棒 就朝著他們一陣猛打 男子的車輛前方車頭明顯有一個凹痕 地板上還留有打鬥後的血跡 警方獲報後隨即出動快打部隊到場支援 打人的一方早已不知去向留下被打的男子 和友人 兩人頭破血流衣服上都是血跡 一臉驚慌 所信救護人員緊急到現場初步爆炸檢查 傷口之後將男子送醫救治 現場男子直呼不認識對方 甚至還有人被掳走 目前警方對男子的說法則是持保留態度 進入調查 釐清案情當中 記者綜合報導 鷹消暴 鷹消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